其主要的排污方式 就是撕埋地下管道 不禁处理直接排污 也就是我们俗话说的裸排放 其危害程度是最严重 也是最令人发指的 原告代理人请继续 请翻到起诉状的第十页 这是一份 江云化工总厂的企业生产说明书 根据这份说明书证实了 该厂在进行某种化工原材料的 生产加工的过程中 产生的主要污染物 就是重金属葛 而且是以废水的形式存在 如果不及时排放 就会对生产设备造成腐蚀影响 导致无法继续生产 请翻到下一页 这是一份由法院委托的 第三方鉴定机构出具的 鉴定意见书 根据这份意见书 证实了在码头村发现的 那间废水管道 地下水和周边的土壤中 确实存在重金属葛 而且其浓度超过了 国家标准的100倍 达到了每升0.5毫克 而且根据同位素测定法 开始污染的时间 就是9年多前 也就是江云化工总厂 开始生产不久之后 再请翻到第15页 金属隔进入人体对人体的侵害 短期则会导致对全身骨骼肌肉的损伤上 而长期则会导致肾脏受累 也就是我们俗话说的肾衰竭 再请翻到第17页 这里是医院出具的35份体检报告 每一份报告都清楚地确认了原告 及35位马头村村民患有严重的肾衰竭 伴随骨骼畸形 这个报告的结论啊 就是重金属隔中毒导致的病变 由此可以证明 马头村村民的患病 与隔中毒密不可分 再请翻到最后一页 第20页 这里也是由第三方鉴定机构出具的 对于江云化工总厂的排污设备的调查报告 令人吃惊的是啊 江云化工总厂有从德国进口的先进的排污设备 机器一旦运转 内部电脑就会自动记录下这些运转数据 而鉴定机构下载这些数据之后发现 这些设备竟然只运转过 两次 运转时间加起来不超过二十个小时 而其他时间全是关闭的 其主要的排污方式 就是撕埋地下管道 不禁处理 直接排污 也就是我们俗话说的裸排放 其危害程度是最严重 也是最令人发指的 原告代理人 请注意你的情绪还有言辞 马队室班长 以上所有证据 已经形成了完整的封闭的证据令 江云化工总厂 产生的主要污染物就是重金属隔 接近十年前开始偷排 排污管道的尽头 就是马头村 而马头村恰恰也是接近十年前 受到隔污染 村民纷纷染病 染病的原因就是隔中毒 凡此种种足以证明 江云化工总厂 对马头村村民患病 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应当予以赔偿 而市环保局 在连年的环品检测中 竟然没有发现这么重大的问题 存在不容置疑的监管失职 同样应当承担连带赔偿 原告方举证完毕